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Ada 中國地方債問題嚴重的情況已持續多年 貴州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 日前罕見公開透露 省地方債務嚴重 自己已無能力消化 專家表示 這是債務風暴啟動的信號 接下來 如果中央政府無能力補救 危機擴大 中央與地方關係可能會開始斷裂 甚至導致改潮換代 貴州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 4月12日通過社交媒體平臺透露 貴州省地方債務嚴重 自己無能力消化 這個消息直到14日 仍然可以在包括財聯社在內的大陸網絡轉載 未被封殺 該消息說 近期 貴州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 先後考察了貴陽貴安 俊義 筆節 綠盤水等地方政府的債務情況 發現債務問題已成為這些地方政府的重大問題 但政府財力有限 本身無能力有效解決 將爭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支持 為化解債務提出可行的辦法 貴州地方債務問題在前幾年 就已經引起關注 2020年大陸主要城市的債務率排名顯示 貴陽高達929% 貴州省俊義市最大的城市建設投資公司 俊義杜橋建設 在2022年底宣布 該公司人民幣156億的債務 將延期20年 也因此成為中國首間重組銀行貸款的城市建設投資公司 台灣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 4月14日向《大紀元》分析說 貴州省今次公開提出地方債務無法化解 是債務風險啟動的信號 接下來 如果中央政府沒有補救的話 問題還會繼續擴大 吳嘉隆說 首先會由比較相對貧窮的省份開始 好像貴州相對比較貧窮 然後全國31個省市地方的一級行政區都會出事 因為2022年上海、浙江、江蘇、廣東這些經濟大省的地方財政 也是赤字 理論上 中央要救的話 會保留一些財力來救濟經濟大省 這些比較貧窮的省份 大概就只能夠被放棄 據中共官方數據 2022年 中國經濟只是增長3% 和經濟增長下或呼應的是 地方財政赤字爆棚 2022年上半年 31個省市區 包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這些經濟發達省市 並沒有出現財政盈餘 中國財政部發表的2022年全年財政收支數據顯示 2022年的財政赤字甚至超過了疫情爆發的2020年 創歷史新高 另外 截至2022年12月尾 官方數字顯示 全國地方債務餘額大約是35萬億 有鑑於中共官方數據一向會灌水 因此中國地方政府實際的債務情況 極有可能比公佈的數據嚴重得多 吳家隆還表示 地方政府的債務不斷累積下去 如果沒有錢進來的話 一般會將一些偏制外的人員 即非正式員工財減 雖然無法根本解決問題 目前多個地區都傳出會裁減這些非正式員工 上海業界人士楊先生4月14日向本臺表示 上海也不得去哪裏 但還沒有裁減政府工作人員 好像貴州省除了茅台走 其他方法都不行 貴州你要發債 誰來買 誰都知道 買了就是送楊入府口 楊先生說 政府沒錢 要不就收稅 但生意不好就沒人交稅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靠賣地 過去幾年都是搞土地財政 現在卻賣不出去 因為外出打工的人 賺不到錢回家 房屋買不出 土地也賣不出 企業都走了 政府唯一的本事就是發錢 公安局就好像難逃節劫一樣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1月1日透過官方傳媒《經濟日報》發表指示 要求說好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故事 1月4日 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就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 要求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 而今次貴州就造出反叛舉動 背後原因引人關注 資深政治經濟觀察人士陳鵬4月13日在節目中表示 貴州省政府今次公開發表文章說 自己還不起債 就是公開向中南海逼供 你要幫我 不是我就死給你看 吳嘉隆向本臺表示 今次貴州官員直接公開向上提交問題 做法確實罕見 關鍵是實在沒錢 撐不下去 秦鵬在節目中表示 最終中南海 勢必只能出面幫貴州解決 否則就會像恆大一樣 引發連鎖反應 不過在會哭的孩子有奶喝的同時 習近平會不會遷路地方官員 那就很難說了 現在的難題是 各省市2022年年底到2023年初 剛剛換人 都是習近平的自己人 打起來也難受 不過大陸傳媒《每日經濟新聞》 在2023年年初報導 中共財政部部長劉坤 在接受傳媒採訪時 在針對規範管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的話題 特別強調 將會進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預期 報導還說 近期財政部官方網站披露的一份答覆政協提出議案的公銜 也強調針對地方債務風險問題 採取中央不救助的原則 做到哪個小孩哪個抱 吳家龍向《大紀元》表示 現在中央不能支持地方的重要原因 就是中央自己也沒有錢 一個重要數據就是 央行2023年1月的外匯資產 是3萬1千億多美元 但是2022年底的外債 就超過2萬4千億 借助的錢是要還的 中央有中央的債務壓力 因此吳家龍認為 中國經濟現在已經陷入困境 他說一旦中央沒有辦法承擔地方的財政包袱 地方政府就會進行所謂的共同富裕 就是共產 有錢人的財產就要拿過來 民營企業的錢拿過來等等 彌補財政規空 演變成中國歷史上的橫征捕簾 最後是通貨膨脹 民不療生 農民起義 改朝換代 亞太政治經濟風險預測家 范圖近期出版《後中共的中國》一書 也說到中共政權解體的假設 認為不用5年10年 只要中國財政赤字 將及8成以上的省份 持續兩年 便可以令中共解體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至本台記者 林海忠、諾瓦的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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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